您好 欢迎收看12月2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为了扶植原住民产业 卷山公所今年开办了为期六个月的部落工艺研习课程 并且设计了品牌商标还有包装 未来工艺师们的作品可以用 吉安原住民产业生活馆的品牌行销到国内外 也让更多人看到吉安丰富美丽的原住民文创特色 在工艺彩券淫于基金的补助之下 吉安原住民产业生活馆重新粉刷 并且展开了品牌建立和部落工艺研习课程 经过六个月的训练 12月27号成果发表 也正式成立了吉安原住民产业生活馆品牌 创新我们地方的产业 让我们在地的原住民部落工艺师 找到一个发展创意的平台 我们将浩克艺术村原住民产业中心 我们设计了新的logo 新的包装 透过我们吉安相公所的认证 跟行销的一个机制 要来迈向我们全国的手工艺 地方产业的行销工作 我们运用了我们工艺彩券的一个盈余的基金 历经了半年的时间 我们培训在地手工艺的创意师 我们协商了更多的一个创意机制 跟产业行销的平台 希望能够把吉安部落的产业 能够顺利而且创新多元的推展出去 目前吉安原住民产业生活馆有七位工艺师 驻管展示作品 也经常会举办手作体验课程 让民众可以亲近部落的工艺创作 而乡公所也特别设计品牌商标 还有手提袋及包装礼盒 未来吉安的部落工艺师 可以借由专属品牌 将作品行销到国内外 也让世界各地的游客 可以看到吉安乡丰富美丽的原住民文畅特色 这一会吉安乡报道